孙的金刚掌菩萨说 要祝有情未得法恩 说他还没得法恩 但是他能行十三业道 不是说孙的业了 说行的都叫十三 因为鼓励众生 劝众生 令他受学 所以啊 我听学 佛说我听学 查得利冠领王位 受众种种生大残业 可以做这个享受 用得行十乐业 不行十乐业 行十三业 这是佛回答金刚掌菩萨说的 他虽然 还没得正得法恩 但能够 行十三业 能够劝众生 学十三业 这样人呢 所以我听许他 享受财富 享受 享受王位 或者得到财富 或者得到财富 或者种种富贵尊位 降低了一等一等的 乃至于能行十三业道 有这个英国的话 也能享受财富 也能得到受荣 也能等到尊贵的 赞特罗 王 王位 如果要是有那个 赞特罗 那战斗罗王 那得翻过来说 不是行十三业的 与此 久慢 毁坏 来破坏我的政法 破坏我的身法 这种种种种地捣乱的众生 催口行法 夺起一波 积业财产 退令还手 罗国王 对待我的比丘 用种种行法 乃至裸令还手 瞌睡一时 西闭牢狱 乃至把他断他的命 对我说的 唯妙法义 毁谤 轻蔑 隐蔽障 不令流传 到妙寺妙的东西 翠特罗是塔 到翠特罗就生起我 塔寺妙 现在不就说妙吧 寺院吧 多生起财物 这些个人呢 不但得不到财富 还要多无间地狱 守住巨口 轮在那去 哪有出奇 这跟前面 行十三业的相反 做神乐业的王 乃至于对我的比丘 伤害 琴得 寺庙的 财产 是金刚丈夫的腐败佛言 四尊 要祝有情未得法恩 已不受十三业当 即劝众生 令其受血 他 他但能够 劝众生 受血佛法 与强势力 处在差点的观点王位 受容种种盛大财业 与种种富贵尊位 颇有因缘 都方便救 是不是 和另外的 别的因缘 能够救度他们呢 令他们 免惰无间地狱 及云闹去 不受苦 能办得到 那佛就对 金刚丈夫子说了 佛告约 已有 别缘 还可以加别的因缘 都方便救 与佛 菩萨方便 散角 来救度他们 这些个众生 出的差地利 观点王位 乃至于种种的富贵尊位 他们没得到 成就法恩 也没得到十三业 但是啊 他信力尊敬三宝 对三宝尊敬 不放回 与佛所说的三成 做除药法 乃至一顺 不放回 不仗弊 不隐悲 不令留斗 留不 也不毁谱 也不毁谱 留不 不隐没留不 就是留不三毛 翻过来的啊 这段意思啊 这段意思啊 佛对金刚让步的所说的话呀 是佛的大慈大悲呀 对那个造业的众生 怎么救助他们 救助造业的众生的方法 虽然他没得到无声法言 他没有得到十三业道 但是啊 他不仗弊 不仗弊 人家学法 也不仗弊 留同佛法 与佛出家诸弟子证 和这些个国王大禅 对佛的弟子 不论他是持戒的 乃至于犯戒的 刚出家没得戒的 只要他退出训法 披上架杀了 都不许恼烂 不许口法处方 也不许 剥夺他们的义务 击搏 财产 不排令的还说 不给他们 不让他们 遇使他们 不克他们捐税 也不去不去楼狱 当然不会断他的命了 也不勤夺 随着不窩 就生起窩 就是寺院的东西 不勤夺 这日随复诸宝那里 有的那人 如果勤复三百窩 那这些个国王呢 这些大臣呢 能够支持他们 不令他们 千多三宝的财物 与佛所的三层相应的 他说法 令这众生 如说而行 随顺不违背 与我三宝的贤圣弟子 供进供养 供养 勤兴成寺 也就大臣 寺院建国 中午 疑难退去之心 一场 劝导难治众生 令以大臣 信寿修学 斯萨德的詹头王 这种种的 富贵詹头罗王 过去祝福 皆顾听许 处于帝王位 在英国上讲 佛说这些个人 过去祝福 都听许他们 得大富贵 处于王位 因为他们能够 还能够 宣扬佛法 不自我弟子们 葬赖别人的 学法修法 乃至于出家 所以啊 听许他们 种种的富贵尊位 谁不受荣 种种国土 知语俱乐 而都免对 无间的 也就能够 这是英国啊 不是佛给他们免的 因为他没造这个业 他没造这个业 当然他不受这个处罚了 一正一反 这两方面啊 佛都对金刚 让菩萨说了 因为金刚 让菩萨问 要入有情 都忏悔 除灭 一切 乐业障 令悟于者 我所说的 入世法门呢 当勤修学 这一段的经文 这卷的 主要是 有罪 能颤 颤了还佛 清静 佛说 我所说的法门呢 当勤 勤进修学 不令废望 非不可得 往事更不可以了 就常识一念 那过去所造的那业呢 消灭 无有余意 过去的业啊 也都消灭了 不会再存在了 这一卷呢 就告诉我们 不论你有好大的业 做了好多的错误 是要忏悔 恢复清静 所以这一品 就忏悔 佛所教授们的方法呢 就是忏悔 忏悔 但是不是一般的忏悔 这大乘教授们的忏悔 得见相好 咱们在讲大乘大忌 十论经 这是地藏仆的法门 还有一个 专插散乐业报 你那轮向陷了 十论经 将你忏悔 但你日子都不知道你最忏悔 清静没有啊 你在配合 沾插散乐业报经 就知道了 是到自己罪业啊 忏悔清静了 咱这烂经跟大乘经相配合的 你要拜忏 感觉自己业障很重 拜忏 拜忏呢 就跟这个忏悔品呢 是一样的 要忏悔 这个忏悔法门之后 在十论经啊 在这个念佛法门呢 就告诉我们了 用念佛来忏悔 念佛的法门 也是忏悔罪业 现在下课了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红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祸碍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3月27日星期三 礼拜慈悲三面水菜 清明祭祖表孝道 超度祖先灰净土 三面法水洗成垢 累世冤液皆消除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3月28日星期四 三十系念超度法会 三十系念 规劝净土 仪陀怨海 等词众生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五 佛学讲座 三密相应加持力 上供诸佛并下师 佛法难闻经已闻 祈愿回向圣经土 上午九点半 佛学讲座 从宴口看学佛礼录 主讲人广乎法师 下午两点 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法会备有 共品礼盒及白米 欢迎提早登记 亲民孝亲报恩 佛教慈悲至业 高雄分会举办 祭祖超建普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4月21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九点 地点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尔路472号7楼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 欢迎提前来电登记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或07-282-0278 07-282-0278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FB佛教中山书方 上堂课我们讲到 为了降辅群神 复兴佛法 赤松德在哪 就派人去尼泊尔 迎请莲师 他不仅把莲师请到吐伯 还要再次迎请这个祭乎大师 另外还要请一位专门设计寺院的建筑师 那么被派去的这个使者呢 到了尼泊尔之后 就找到了这三位 这三位大师呢 都欣然答应了赞博的邀请 于是呢 他们就兵分两路 一边呢 就祭乎大师选择了 沿着这个进藏的大路 直抵 吐伯 而这个莲师和寺院的建筑师 还有几位随行的能工强将一起 并没有选择走大路 而是绕了一个弯 抄了小路进入吐伯 为什么不走大路呢 因为实际上这个莲师呢 已经为吐伯降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特意设计了一个一条 会经过很多需要降伏鬼神的进藏路行 然后呢 这一路入藏呢 就可以直接把这些鬼神呢 就地降伏 也就是说 莲师在启程 前往吐伯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展开了 他降伏吐伯所有鬼神的大计划 所以呢 由此开始呢 莲师尽在了这一路上啊 过关斩将 降伏了鬼 降伏的鬼神无数 因为故事呢 情节实在太多 这个故事跟情节实在太多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细解 那就先挑一两个故事 让我们稍微的感受一下 典师降魔的震撼和无敌 我们先讲一个关于这个唐古拉神的这个故事 唐古拉神是藏地十三大神之一 绝对可以称为是一位人尽皆知 名副歧视的一个大神 其实呢 他实际上就是唐古拉山的这个山神 唐古拉山呢 在西藏的这个中东部 在西藏最有名的神山之一 高崇入云 他的这个平原海拔呢 六千米左右 而这个唐古拉风有七千一百多米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连世一行人啊 沿着这个小路绕到这近藏 那连世当然知道这唐古拉神 也是那些捣乱的神仙之一 而且像这样的大神呢 不会是一个省油的灯 绝对不是轻易就能制服 所以呢 就是连世想到了一个办法来降服他 是什么办法呢 首先 这连世拿来了一口大呼 里面呢 就是热腾腾的 炖着满满一锅的羊肉和驴肉 旁边一看 就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这是搞什么名堂 连世说 他这是为了要激怒山神 话音刚落 连世一脚就把这个大锅就踢翻了 里面的这种各种汤汤水水的和炖着的肉啊 一股脑全部泼了出来 水和汤全部撒在大锅下面 熊熊燃烧的火堆上 一时间呢 一时间呢 这种声响彻撤山谷 而且呢 当时整个天空呢 就顿时乌云密布 电闪雷米 石头一样大的这个冰爆 就铺天盖地 看来是真的是大声就暴怒了 然而就在此刻 连世却是气定神仙 一点都不惧怕 他只是用手朝着这个唐古拉山的方向 做了一个手印 叫做气克印 这个动作呢 有点像什么呢 手指着对方训斥的样子 一时间呢 这个唐古拉山上 那些长年雷月铺盖着的 中年不怕的这些厚厚的鸡旋 一下子就融化了一大半 我们想象一下 其实连世只是想稍微给这个大神一点颜色抢下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个手印 小漏伸手 却可以如此的惊天动地 这大神一看 当然就一下就害怕了 那就知道今天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大神 所谓的这个山外有山的天外有天 所以呢 二话不说 立马就投降 之前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翻译了一个就是连世的道处障奇景 其中有一句话 就是 当雄拉布宁虫收射唐拉雅穴 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当雄拉布宁虫就是这段故事所发生的地方 唐拉雅穴里面的这个唐拉就是唐古拉山神 雅穴就是融化 唐拉雅穴的意思 唐拉雅穴就是唐古拉山的雪融化了的意思 自从就连世降服了唐古拉神之后呢 这个大神的名字就变成 雪融唐古拉神 也就是唐拉雅穴 在这里呢 我可能需要补充一下 为什么连世要这个 踢翻炖肉的这个大锅呢 大锅来这个惹怒 山神呢 就是用了一个引蛇出动的办法 这就关系到这个藏族的一种习俗和习惯 叫做遗藏 因为藏地有很多神嘛 人们都觉得那些动物烧焦的这种气味 会惹怒这些神明 因为这个气味特别难闻 刺鼻 有点类似是污染了环境的意思 所以呢 不管是烧到动物的毛皮也好 肉也好 还是任何东西 包括牛奶烧到这个火上 只要散播出那么一点点 糊味都是绝对不行 比如说我小时候啊 就连一根头发掉到这个火里面 发出一点味道 我的妈妈她们都是特别的 就着急 好像有点像是发生不得了的大事一样 大家都要马上要处理啊 马上要念诵我的等等 更别说是现在的烧烤之类的 简直就想都不用想了 总之呢 这是藏人对环境或者说是对各种神明特别小心和敬畏的一种表示吧 所以呢 在唐古拉山 在唐古拉山的时候啊 连尸就踢翻了大锅 那些肉就撒在了这个火上 啊 所以这么大的气味和动静 当然一下子就激怒了山神 所以呢 这就是引连尸引蛇出动的办法 接下来呢 连尸进藏的这一路啊 连尸一行人又走到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纳姆措等等 每到一处呢 实际上这些大大小小的鬼神都会来捉弄和捣乱 然后呢 都被连尸一一制服 总之呢 这一路上连尸通过各种方式降服了大小鬼神无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